成名老師 成名老師這禮拜六要非常的忙了 因為要去做選務人員 選務人員 所以我們抓緊時間 請成名老師跟學姐 今天要帶給我們這一支是 Aledimas的《果樹女神的豐腦》 這名字取得真好 是大家集思廣義取的 那果樹乍聽之下是不是跟果子有關呢 它有蠻濃郁的果香在 有很濃郁的果香 應該是某個神等我一下 好 那老師這一支之前有沒有聞過 有 幫我們描述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最近就是很喜歡果香的氣味 你又變了喔 你之前喜歡煙燻啊 煙燻還是很喜歡 只是後來發現 我好像就是對果香那種 尤其是那種甜度很高的果香 接受度也蠻高 還蠻耐甜的 老師範圍還真廣 但也是聞了這支之後才發現 你還蠻喜歡果香的還是 好像是從TT開始 是喔 TT的果香是厲害的 然後有一支哈雷有沒有 那個惠心系的哈雷 我覺得 很多人因為聞過了之後 過我說這麼甜你可以接受 我說不會啊 我真的不覺得它甜 可是後來我想難道它真的很甜嗎 因為它甜的很清爽 甜的清爽 那其實果香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嘛對不對 就是幾乎任何水果你 可以品嘗到的味道 香水事實上它都可以表達出來 這個是厲害的地方 是的 那 所以老師認識的時候是 在哪裡試的喔 在 試到這一支的時候在哪邊 在這邊啊 在這邊試的喔 OK 之前在官網就有看到 寫這一支的香菜 我覺得 還蠻 還蠻想要聞聞看到底是什麼感覺 然後專櫃一直沒有進 剛好就在這裡就聞到 漂亮啦 對這一支專櫃沒有進 OK 那我們最喜歡進那個專櫃沒有進的 好來 那先試試看 先試聞 因為這一支我自己也是沒聞過 摆在桌上擺了一長條 不見得每個都試過 好 來來 有機會跟 先試一下 老師一起來 嘗試一下 多一點 對啊 沒看到 不要噴老師的噴很大力 然後我們噴自己的就很小力這樣 看一下喔 老師趕快分享一下這個前料 這個前料它有蠻濃郁的那個玫瑰的 對 對嘛 它並不是一開始就給你滿滿的果香 不是喔 不是 它還是帶著花中的果 對不對 它前面用了兩種玫瑰 一個是保加利亞 一個是摩洛格 摩洛格 兩種的玫瑰 嗯 然後你可以聞到一個淡淡的就是架在那個 把玫瑰或它架子的一個那種廣貨香的那種木質調 在裡面 哦 嗯 嗯 對我聞到廣貨跟 有一點點分香的感覺 嗯 好像又不是分香 嗯 彈香嗎 它的玫瑰跟木質調融合得很好 嗯 所以我覺得玫瑰可能不是主角 所以你一開始就有木質出來嗎 對 我這裡其實也有一些些 嗯 木質 花香 還有果香 對 三種 嗯 都有 那比重上 學姐現在是在你上 比例咧 一點點的花香跟一點點果香 但是我一直聞到那個 木質調子穿透過 哦 是 那老師咧 我覺得它一直在變 就是一下子你會覺得好像 那果香都還是 但是還在比較少的階段 都還在一層兩層 然後 主要是那個花香跟木質調 嗯 然後各在可能各40% 然後 果香現在只有 10%吧 反正果香下去了是吧 都說它有栗芝跟草莓 為什麼沒有那麼明顯呢 對 不過倒是可以 知道為什麼名稱叫做豐瑤 嗯 對不對 豐饒 就是很多種一次都端在你面前 嗯 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這個任何慶典的時候 或者是慶祝豐收的時候 哇 水果擺滿了整藍啊 對不對 或者是花擺滿了整盆啊 對不對 還有這個該有的香彩全部一次都端給你 我覺得這一支就有這個特色 它調香的靈感是那個豐老女神 嗯 這個就是它的名字耶 Pomona 前面 前面這個單子 是那個女神的名字 哦 ok 啊那個女神就是掌管那個 花園水果 嗯 就是果園跟花園的掌 負責掌管的人 哦原來是這樣子啊 所以 嗯 嗯 他也是其中一個希臘神話的 就是羅馬神話裡的一個人物 他是以那個人物去做調香的感覺 嗯 啊不對 後面那個是 琥珀啦 我感覺到木質雕是琥珀 嗯 他為什麼一直給我穿過來 我水果跟花香都還沒聞到 他就一直穿透過來 他有一個樹脂的味道 樹脂是不是 嗯 還蠻明顯的 嗯 嗯 但我聞到 你們有沒有聞到一個 有一個涼涼的涼液 涼涼 一直都在做蹭底 有沒有發現 填竹葵 哦 應該是哦 嗯 嗯 老師來分享一下 這邊 噴了這次之後 有什麼畫面可以跟大家分享 讓你聯想到的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像是 你在一大清早的時候 然後 你穿過一片草原 然後你要走進一個 嗯 已經即將要豐收的果園 然後你在進去之前 你已經聞到 那個果樹 裡面散發出來的香味 哦 對 已經要豐收的果園 但是你才剛走進去 嗯 就已經先聞到了 對那些樹本身 好像在像你著手一樣 嗯 挺有畫面 而且這個果子呢 就是各種顏色都有 對不對 就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 讓人家心情 嗯 它比較像是那種神話故事 我們在看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的時候 它那種神話呢 就是那種果園 它不像我們那種 比較寫詩的那種果園 就是 就是一種果樹 嗯 就是在這邊是橘子園 這邊是那個 水蜜桃的地方 是啊 那它是比較像是 就是 裡面種了各式各樣的水果 嗯 然後你 濕人的 然後種了好多種了 對不對 嗯 那學姐呢 我的畫面是填在電影裡 我們不是看那個 電影裡面不會有那種 穿著羅馬服的人 然後他們的那個 盛宴上 桌子上擺滿的 花果 嗯 然後豐盛的食材 然後還有葡萄酒 是 就感覺好像就是 我的畫面是已經摘下來 放在桌子上 大家在享用 然後搭配著葡萄酒 是 那個氛圍 嗯 還有氣息 對 因為我覺得它一直 它後面那個木質料 跟酒 前面的水果 結合之後 讓我一直有 一點酒氣的感覺 嗯 對 而且這個顏色很漂亮 跟那個 果樹成熟 那種果實成熟的那種 有那種感覺 陽光照在果子上 那個折射的顏色跟感覺 對 剛剛學姐的畫面 還真的挺不錯的 只是穿著羅馬服嘛 對不對 這個可見他應該 有看過這個畫展喔 對 文藝復興的畫展這樣 為什麼最近特別有畫面 因為都一直去看畫 本來沒什麼 沒什麼藝術的 看久了都覺得自己 很有藝術氣息這樣 去義大利看很多畫嗎 幾乎看了三個博物館了吧 對 那個博物館或是什麼裡面 教堂裡面也都是畫 有啊 對啊 像那個米開朗基羅畫的 也是有這個聖餐嘛 對不對 有種種感覺嘛 對 一切哇非常豐盛的 在你桌子面前這樣子 還有準備要開吃了 而且以前呢 這個是我們晨禧以前 古時候 這個只要有重要日子 特別的慶典 就是水果 酒 肉 擺滿桌 對 就呈現了這種豐盒的味道 嗯 嗯 老師有沒有 你覺得 這一支 會用在什麼樣的場合跟衣桌 我覺得你要萬一出去 比較休閒的生活 休閒的那種 去看看電影啊 或跟朋友聚會 嗯 甚至是出去 郊遊啊 出去玩 我覺得這支都很適合 嗯 因為他帶給你一種很放鬆的那種 舒服的那種 一點木質 一點花香 一點點果香 嗯 然後讓你覺得很舒服 感覺很輕鬆愉快 對 你這樣講 讓我覺得有這種選擇性障礙的人 很適用這一支 因為他可能出門的時候說 那我今天到底要穿木質 還是穿果香 還是穿花香 我跟你講 不用選了 就這支 都可以 因為三個全部都一次滿足你 在裡面 這支還滿白搭的啦 是齁 我現在果香出來了 我現在採錯了 好奇怪 可能是因為我的嗅覺 對木質調比較敏感吧 反正我剛剛是先聞到那個木質 對 我現在也開始曾經有果子 對 的味道 果子啦 梨子啦 或者是有一點已經 水果已經浸泡 釀過了 對我也是泥釀的感覺 是是是 然後我覺得這一支就是 你要跟朋友聚餐 或是像現在要看球賽 好適合喔 因為他的整個氛圍就是 歡樂的 是 對 歡樂的 那學姐 穿衣服怎麼建議呢 我覺得 衣服 我都沒有覺得一定要穿怎樣的衣服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想要讓自己 心情愉悅 然後又不是太浮誇 它是沉穩的 然後 就是 想要跟朋友去聚餐啊 或是 或是 我覺得它 室內室外都適合 因為它其實那個水果的明亮感 也很適合戶外 可是後面的那個木質花香 又很適合室內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百搭的 我覺得這一支還蠻百搭的 好 老師那這一支厚調 它會再 轉折到哪邊 可能會走向比較木質調 木質調加果香的那種感覺 嗯 OK 但因為那石頭是天氣比較熱的石頭聞的 但我不曉得今天天氣會不會不太一樣 好啊 或許不同的氣溫呈現的方法也不太一樣 你之前有沒有這種經驗 同一支香水在不同季節噴 有不同的感覺 有有有 經常 很多都這樣 OK 所以那這樣很麻煩 我們每一支可能要分夏季拍一次 冬季又拍一次 這樣超是誰 我覺得這支很特別是 你會覺得它好像四季 春夏秋冬天氣冷天氣熱它都不太 不太影響 對 四季皆宜 對因為 他們家基本上你就是果香 它也不會把它弄得很像 那種很濃郁 花香也不會讓你覺得它很粉 或者是那種 好像很甜美 然後 木質調又不會做得太過於厚重 所以我覺得它都把它調得很溫和很優雅 讓你覺得很舒服 你其實 不太會受到天氣太多的影響 融合得非常好 是 好啊 那我們全調先介紹到這邊 待會回來 我們再來看它有什麼樣的轉變 待會見喔 拜拜 後調回來了 好 我們剛剛中間邊討論了一下 那選務人員的工作職責這樣子 好 別人聊一下 還蠻有趣的 很可惜沒有一起錄進來 還挺好玩 那 老師你是每一年 只要有選的話 你都是 其實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做 因為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次選票很多的樣子 那就不要投 所以你是選了今年不會很多 對對 四張票還好 因為有時候要投很多有的美國 因為有時候多到會有那種七張八張 然後你再加上那種什麼原住民的 那有更多 那十幾張 你就覺得 那有十幾個顏色的票 你知道 一不小心很容易弄錯 也是 也是一個 好玩有趣的分享 OK 好 再回到這一支 我們剛剛其實在邊聊的過程 我們也彼此聞了一下對不對 老師是 木質料片比較多 可是現在有趣的是 居然我們要拍下半段的時候 玫瑰居然出現了 嗯 真的耶 我的玫瑰 對啊 我好像也有一點 一開始有出來一下子 然後後來就下去了 然後現在又 又浮上來了 對啊 它這太神奇了 我覺得玫瑰是被水果的酸味 再又引出來 再度引出來 因為玫瑰走到後面會有 也有一點酸感 它是一開始的時候是很香嘛 可是大量的玫瑰走到後面也有 會有一點點輕微的酸感 我覺得它是被果香 又帶出來一遍 嗯 那我自己覺得 我也是走法 本來就是 花香先 然後後來果香 再來木質嘛 三個元素都在 但是走著走著 它中間前後出頭的時間 分別不一樣 那剛剛我是木質比較多 但是在路的時候 後調開路的時候 又變成老師講的 花又比較多 我現在又變成這 花跟果又多一些 很妙欸 但我的手上隱約可以聞到後段的那個 香草啊 檀香啊 安息香人琥珀的那種氛圍 就是 微甜的木質調 但是那個 那個甜的感覺 就很像我剛剛說的那個 很像酒桶的那個 那個氛圍 而不是真的 非常木頭的感覺 是 就是像木桶酒桶 那種味道 對 那學姐有聞到一點酒香嗎 它剛剛其實 開始的那個水果香 就讓我覺得 有雞尾酒香調的氛圍 就是 它不是單純的水果 就是有點泌釀的那種感覺 就有點類似酒香的感覺 好 老師那 剪掉給大家看一下 鏡頭看一下 好 剪掉一開始有兩種玫瑰 保加利亞玫瑰 摩洛哥玫瑰 廣闊 荔枝 有聞到荔枝嗎 我還覺得是荔枝荔枝 對 我也覺得比較偏那一種 OK 沒有到荔枝 再來是 蘇和香草莓 天竹葵 天竹葵有滿明顯 彈香香草 還有 安息香 蘋果 佛手甘 杏仁 真的是 有杏仁 全部都有耶 瓜不得叮叮 老師那 講一下 你比較喜歡它前中後的哪一個呈現 現在應該還在中調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中調這個感覺 因為 因為 他們 我覺得這個 這個牌子的調香師都會把香水做的就是 每一個香材之間的那種 融合度 調得非常的均勻 它想要展現出一個那種 就是很舒服的花果香 那你就會聞到一個 那種 我們講恰如其分的那種花果 那它想要呈現出一種 比較 穩重的木齒調的時候 你就會聞到 感覺到 它那個木齒調的那種 深邃 可是卻又不會讓你覺得很沉重 不會有壓力 OK 對 那你現在還是一樣 置身在這個 掃滿了 新鮮水果的果園嗎 現在 還是在果園裡嗎 我現在比較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你把那個 一籃的那個 水果 然後上面呢 又擺滿很多玫瑰花 然後放到那個 嗯 水邊 嗯 小溪邊有沒有 放在那裡面 然後 洗水果嗎 洗菜 都可以啦 都可以 然後你就坐在那邊 喝下午茶 哇 你在西邊喝下午茶 為什麼你特別講西邊水邊 有水氣感 因為 嗯 水氣感還好 因為可能在西邊 你會感受到那個 陽光照勢下來 它剛剛就像你講那個 暖甜暖甜的感覺 就有一點像是它照在水果上面 那種感覺 對 但我倒覺得老師 帶到西邊 是因為 我的理解啦 是因為這個 呃 剛剛的那個天竺葵 因為天竺葵帶一些 涼感 涼意嘛 欸 欸 好像帶著 老師剛剛講整盆的水果 上面擺滿玫瑰花 哇 這個擺盤應該是 米其林級的啦 嗯 嗯 那腳踏在 水 溪水上 涼涼的這樣子 喔 OK 不過這畫面挺好 好那 這麼豐富的 果香 花香又木質香 那 硬要請老師幫我們定調的話 你會把它定在什麼樣的香調裡 嗯 花香果香 花香果香調 嗯 反而木質在你上沒那麼明顯 對 或許可能我們現在只是在中調 嗯 因為它會 時有時無 欸 就是一下子它起來 一下它起來 那你那些水果或花 好啊 你在水裡面它也會 浮浮沉沉的 嗯 嗯 是 OK 這樣我凹得太硬了 哈哈 哈哈 花香跟果香 0到10 老師怎麼給 給它9.6分 呦 漂亮喔 挺高的 9.6分的原因是 因為 第一個它 它真的是非常百搭的 嗯 那我覺得 尤其是你在 春天 或者是秋天微涼的時候 那它那微微的暖甜 你會覺得很舒服 嗯 剛好可以 讓你去迎接那個很舒服的天氣 嗯 嗯 OK 好 9.6分 來學姐 你會把它定調在什麼地方 我已經從古代拉回現代了 喔 就是很像在 義大利的鄉下 長桌 陽光灑下來 然後桌上都是花果 對 特別在這個葡萄酒莊園的時候 對 類似 嗯 嗯 然後 就很讚 我知道 我原本想要 好 等一下 好 進來 因為我們現在這邊正在 錄影片 來 OK 我覺得它 算是 美食木質香調 喔美食木質啊 因為它後面有香草跟杏仁 然後前面又有花果 嗯 這要是以前的話我可能會講東方木質香料 嗯 就是有一點 嗯 食物的辛香料跟水果花果的那個感覺 嗯 但是它是清透的 OK 嗯 我覺得這支還蠻實穿的 我給它 9點5分 9點5 對 硬是比老師少一分就對了 嗯 就是那個 不略人之美 就對了 就非常好 非常尊敬老師 聽得出來 學姐給9點5分 對 因為我覺得它很實穿 然後它的香味 各種香調都調得剛剛好 然後都不會太過 所以你不會覺得有哪一方面是太饒人 OK 然後你會覺得你穿著它去任何一個場合 好像也不會 太突兀或是打擾到別人 是 就覺得它 就是香味融合得剛剛好 又跟你整個也可以融合得剛剛好 嗯 對 我覺得還蠻棒 好 那看來兩個分數都給得很高了 那 如果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現在 中調 應該還不到厚調啦 那我會給它花香果香調 嗯 花香果香調 我要給它 9點5分 對 我也是要比老師少0點5分 好 那 我特別喜歡它的呈現是 如果在你有時候有點貪心的時候 你想要果香花香木質香 都想要帶出門的時候 它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嗯 也可以說是在你不知道如何選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支 直接上升 它三種 三種走法 都可以在你身上 有不同時期不同的呈現 以下本來花走在前面 欸 果子就冒出來了 果子冒出來了 果子就沉下去換木質料出來 木質料下去又換花香料 這太厲害了 就是千兵萬化 對 OK 非常謝謝兩位今天幫我們介紹這一支 這個 中文名稱叫做 果樹女神的風饒 OK 好 老師是風饒還是風饒 饒 風饒 果樹女神的風饒 雖然陳明老師教數學了 對 但是那個中文還是相當厲害 中文教育很好 對 還有經常寫心思 記得要幫我們那個 看一下陳明老師寫的文章 好不好 寫的心思啦 我們都會把它PO到Facebook 好 謝謝老師 今天跟我們一起聊這一支 下一次再歡迎老師來跟我們介紹囉 拜拜 下次見 拜拜